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用ARM V9架构的手机晶片 创下两个全球第一 效能更号称不输PC处理器 终端产品最快明年第一季在北美问世 加强与台积电合作 未来还会有三奈米的新产品 联发科这几年积极布局5G市场 从入门到顶规都有相对应产品 更连续四季拿下5G手机晶片 市占龙头地位 旗舰级晶片 稳住冠军 对手高通来势汹汹 传出明年高通 也将发表新一代5G旗舰款 内部代号SM8450 采用三星4奈米先进制程 效能也是大幅提升 高通S888跟88PLUS 在温度性能部分 其实在经典上 市场评价比较不好 这次不管是新的制程 4奈米 然后包含新的核心结构 性能就有可能跟高通 新的处理器一拼 研发科发表最新旗舰产品 未来高通跟进 效能比拼有待市场考验 将再度掀起 手机晶片大战 想学许志雄方想太不倒 接下来